簡訊APD 10秒自動銷毀 許多人 特別是年輕人 都喜歡互傳照片或訊息 尤其是一些比較俏皮 甚至是比較限制級的照片 不過向美國前眾議員 維諾 傳出了他的內褲國旗照後 例如 覆水南收班 轟動全北 害他這位猛男籍議員 南竿下台 美國史丹佛大學學生 史丹佳 由這件內褲照事件 發想一款保護品質的APP 讓使用者傳送提前 可以設定圖文的壽命 從1到10秒 內方收到後 時機到 訊息便自動銷毀 不留證據 他的同學把他的創意當笑話 看好史丹佳找到他的好友 貨碑合作寫程式 去年9月推出免費的Snapchat 因為功能正好迎合七少年 喜歡互傳自拍驗照 又擔心外流的心理 立刻造成轟動 每天點訊流量飆到2000萬折 現在更增加到5000萬折 也點出在去年年底 推出功能配置的 錯一下運動 能數不敵Snapchat的魅力 Snapchat的成功 已經吸引不少投資者關注 不過斯蒂格表示 可沒打算要賣掉它 東新聞 圍錄 worden 最萬闪報導 Snapchat 感谢观看